在我们的印象中 生性凶猛的生物好像总是能够很好的生存下来 不管是面对野外的残酷环境 还是面对人类的各种捕杀 它们总是可以从容应对 但是一到了老年时期 很多生物都会面临不一样的困境 就拿狮子和老虎来说 哪怕它们年轻的时候在森林中出现风头 年老的归宿问题依然是个未知数 不过两者相比的话 可能老虎会更加幸运一些 因为大部分狮子老了之后 可能会被活活饿死 这样说可能会很多人都不太相信 因为狮子也算是百兽之王 为什么晚年生活要过得如此清凉呢 狮子和老虎也会出现不同的结局 说到底 还是因为两者的生活习性不太一样 狮子是很典型的群居性动物 大家都是聚集在一起生活 不管是捕食还是应对敌人的进攻 都是如此 但是老虎的情况却恰恰相反 它们最喜欢的是单打独斗 不管面对多么强悍的对手 都是独来独往 随着年龄的增长 狮子和老虎都不像之前那样敏捷凶悍 尤其是狮子没有了群体力量的支持 也就失去了原来的捕猎能力 所以最终被活活饿死也是很正常的结果 但是老虎从一开始就是单打独斗 哪怕到了晚年 依然保持着很强的野外生存能力 可能伸手不像之前那样灵活敏捷 但是完全可以应对一些小型动物 填爆肚子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所以通过这样的境遇差别 大家也应该意识到 独立自主对于我们来说有多重要 如果一直依赖别人 迟早会毁了自己的未来 好了 我们下期再见 欢迎大家评论和关注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